德云斗笑社的播出带给大家很多的希望 如今小剧场关门 只有在各大综艺上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而德云斗笑社可以看到演员们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从先导片就已经可以看出 新一季德云斗笑社远比上一季精彩 好戏还没正式上演 就成功让鸾云平下不来台 从第一季斗笑社之后 曾经那个高冷的鸾云平 就已经变成了傲娇的鸾潘潘了 但是要问德云社 谁能哄得好副总鸾云平 那还得是养九郎 虽然鸾副总的包袱还真是有点重 但第一个发现鸾云平真生气的是养九郎 从先导片中看 当时鸾云平烧饼孟贺堂 用检验人员的方式竞选队长 他们三个分别给11个师兄弟发微信 看看这几位兄弟最终会答应谁的邀请 人数多人缘好的就算赢 这三位本来以为这只是开眼前的一个小插曲 只有自己才掌握主动权 队员们只有选择权 但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哪一个是省油的灯 当他们只接到一个人的邀请时 还以为是单纯的吃饭 都一口答应 但随着接到邀请的增多 这群人精忽然发现了不对味 于是打算反客为主 晾着那仨人谁也不去吃饭 这晾着的过程 鸾云平的尴尬 令屏幕前的观众都感到很尴尬 鸾云平最先联系的队员 开始获得了一致答应 他并不知道大家明白过来后的反转 所以期待很高 还以为这次自己稳了 中间 杨九郎主动联系鸾队 用玩笑的口气向鸾队透露当时的局面 他们跟着张赫伦自己组队 对抗节目组安排 鸾云平并没有觉得大家会玩 也没有觉得好笑 当队员们还在笑道 杨九郎最先发现了鸾云平情绪不对劲 用杨九郎的话说就是 鸾哥一点笑模样都没有 后来从五点半等到七点还没人的时候 鸾副总心态真的崩了 其他两队人员已经聚齐 即便是留下来的五个队员来到了鸾云平的吃饭地点 鸾云平还是没有调整好心情 他很认真的大声质问 你们为什么不出来 哪怕去孟贺堂那去烧饼那都行 你们为什么不出来 这让大家都有点懵 互相尴尬的看 其实也不能怪鸾云平 毕竟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缘这么不好 师弟们宁可自己成立一个队伍 也不愿意跟自己一队 最后在张赫伦批命递台阶的时候 杨九郎赶紧抓住时机笑着打岔 好几年没看见您这样了 这句话也是提醒鸾云平 生气的很明显了 而且我们服软了 鸾云平后来也平静下来 我也没有太生气起来 其实这一季不是鸾云平第一次在镜头面前掉脸了 在第一季德云斗销社竞选COO的那期 在座的互相真真假假的互相提意见 当岳云鹏认真的向鸾云平提意见 鸾云平听很认真 但是后面就没有怎么笑出来 再加上烧饼时不时的用努力竞争来开玩笑 鸾副总的表情管理根本不足以掩饰脸上的尴尬 看得出来其实他身上有自己的包袱 也确实是在领导的位置上很久了 而为什么鸾云平能当德云社副总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份认真吧 虽然有时候认真起来的有些尴尬 但也能证明他是真性情 毕竟眼脾气好谁都会 师兄弟之间敢于流露真情绪 也是一种互相的信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